东台湾最速报 花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度整合县内台铁市区公车 公路客运三大公共运输载具的台东T-PUS通勤月票 已于2023年10月2日正式上线启用 县长饶清凌表示 台东通勤月票正式启用后 以每月299元的费用 就能30天内不限次数不限里程 搭乘境内台铁市区公车以及公路客运三大交通工具 鼓励县民多购买通勤月票 善用县内大众交通工具移动更便利 通勤月票正式启用后 未来将以通勤最大族群学生为主要对象 走入校园进行台东通勤月票宣传与购买服务 提供学生最直接快速的购买月票服务 另外考量到部分偏远乡镇 申办月票的困难 县府后续也将与乡公所合作 透过定时注点服务的方式 协助偏远乡镇民众购买通勤月票 同时提升台东通勤月票的使用率